好山好水好味道 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们一块记录台湾 如何吃的健康已经是现代美食显学 甚至为了健康很多人成了素食主义者 主播李亚倩在今天带我们去拜访一位 特别的法国厨师Nicola 她不但是吃素还因此娶到台湾美娇娘 原来她之前旅居柬埔寨 开了法式柬埔寨蔬食餐厅 结果后来认识了台湾的太太Lucy 现在复唱复髓来到了台湾 桌上这一道道养生蔬食 不管是南瓜凤梨咖喱 还是蔬菜春卷 色彩缤纷宛如艺术作品 但是请看仔细了 这不仅是道地的柬埔寨蔬食料理 还全出自于法国厨师Nicola之手 一身亮橘色的厨师袍 Nicola跟她的料理一样鲜明吸睛 今年35岁的Nicola原本在法国经营餐厅 而且餐餐无肉不欢 却在六年前被一时警告胆固成过高 让她开始接触蔬食 进而变成全素主义者 更前往柬埔寨开了她的第一家素食餐厅 我选择加坡坡坡坡 因为我有很多关系 朋友 家庭也有很多 看上柬埔寨这个美丽国度 与正在起飞的经济环境 Nicola毅然决然放弃了法国的餐厅 却也让她在柬埔寨 闯出惊人好成绩 生意爆满不说 更意外普出一段台发脸曲 我跟我朋友去她餐厅吃饭 因为很好吃啊 所以每一天晚上都有吃 结果 结果就想说 有一天能当老板娘不该多好 结果辞现了 真的啊 很恐怖耶 什么呢 我说 我希望你能够老闻 台湾土生土长的Lucy 快人快语的她 还真是梦想成真的 与Nicola交往四年后 便决定结婚 脑筋动得快的Lucy 更把Nicola的法式柬埔寨料理 带回台湾 首先这一道地瓜咖喱 提味秘诀 靠的正是从柬埔寨带来的香料 豆蔻 很强烈的味道 是 强烈的 有了豆蔻提鲜 最后加进花椰菜扁豆 用砂锅时装 滋味轻盈酸甜 吃得出食材的原味 香菇,糖,大蒜,蜡蜡 你说蜡蜡,蜡蜡 你说蜡蜡,蜡蜡 是 蜡蜡 还有蜡蜡? 蜡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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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开很像台湾的蜡蜡汤 同样先将棕榈糖与大蒜炒香 再陆续放进香菇、蜡蜡 青木瓜、几八角 这个菜 我说是非常甜蜡 所以你需要强烈的味道 强烈的味道 我认为这菜是非常甜蜡的 为了示意台湾口味 尼古拉除了减糖 更善用在地食材来做变化 尼古拉用我们随意选出的 茄子番茄臭豆腐面疙瘩 听起来完全不搭搭的食材 竟也能够变出一道料理 有臭豆腐跟面疙瘩会是什么滋味 很特别 very special 满脑子创意的尼古拉 做菜风格 仍保有 传统的法式优雅 尤其是厨房 尼古拉很龟毛 要求一尘不染 就是为了让客人吃得安心 尼古拉也在厨房后方 打造小小香料园 香草薄荷 还有尼古拉最爱的迷迭香 全部自己种自己吃 我会想起来的国家 我家里的家里 我们有很多 苗花的苗花 在国家里 所以在国家里 我只能够在国家里 闻着自己亲手种植的香料 尼古拉开始想念法国的一草一木 更因为台湾生意不稳定 而想返回柬埔寨发展 这可让老婆促进大发 为什么我现在不感觉到你的爱 谁是 Cambordia 你真诚实 夫妻俩一个沉稳内敛 一个活泼外相 斗嘴归斗嘴 其实都是为了餐厅而操心 毕竟台湾餐饮业 比起柬埔寨跟法国 挑战更大 的确 料理不分国界 没有对错 而是在于厨师的用心 顾客是否感受得到 对于料理 尼古拉有着法国人的坚持 柬埔寨人的谦卑 接下来还得靠着台湾人的热情 封调出更多创意舒适 让本地时刻 与漂泊游子的心 都能获得温暖的滬味